RITUAL FIG 手機 我們插到RITUAL FIG之後 其實就是幾件東西 主機 HDMI 線 AC的電源器 以及一個USB的手掣 其實都幾次我們之前 用超音手掣的布局 現在就是RITUAL FIG 開機的狀況 錄了一陣子之後 就進來這個畫面 大致都會看到不同 例如本身 裡面 將SD卡 還有什麼資料 用量 甚至下面有各種遊戲設定 但是很奇怪 我現在插了給File Fantasy錄去 竟然是沒有拆卡帶的 可能我就插得不漂亮 我再重新插一次 我們這次就成功插進去 也都 見到在這裡 那我就問 喂 究竟要不要 save log 這張卡 那我不用了 我直接玩著先 好不好 究竟會是怎樣呢 我都很緊張了 因為我沒有見他十幾年了 二十年都有 那我看到很熟悉的4比3畫面 就是當初 當年我令我很感動的一個開啟 我記得 Tina 應該在雪地那邊慢慢走過去 不知道是不是 對了 我們就看回這個問題 咦 原來 之前玩的save還在這裡 那還是我從new game呢 那我new game看一次 我就知道 現在來說 我在這個 22吋的螢幕來看 劇的格子那裡 就不是太厲害 但是也有個狀況 而在現在的螢幕這麼漂亮的顯示之下 其實會不會有些很 很反差 或者很不漂亮的東西 這部機其實有很多不同的filter 可以試的 稍後可以再說 但是先拍一拍 來到遊戲的正式畫面 我們看到現在的22吋螢幕 那些pixel 其實就不是太明顯的 原來的原因 我發現了 就是這部機就有很多 不同的filter 影像filter 現在已經設定了 是最好的super egos 那我們就去看 原來有super 其他東西 甚至沒有 其實沒有又會是怎樣 那我們跳出去 原汁原味的畫面 又會是怎樣 你就一看 原本大家最想看的 馬賽克式格子 就完全出現了 你接受 入到戰鬥正式畫面 就最好用來試 我的手掣 究竟 我這個ps3的手掣 陸續手掣 究竟是拿來玩 超音機的時候 會是怎樣 我們按一下 也都看到 戰鬥在這裡開始了 其實感覺我就 差不多了 近時的超音手掣 比較便宜 現在這個好握手很多 話說剛才我們插餅帶 的時候 就已經去提示過 究竟我可不可以 將這餅帶的所有資料 配合到一個 Micro SD Card 那裡 配合了又有什麼用呢 我們就看看 原來 暫時來說 在這部機的SD Card 裡面 已經有六類不同的遊戲 紅白機 Game Boy Game Boy Game Boy A Maker Drive PC Engine 甚至就是超級五天堂 超級五天堂 究竟 例如我試一試 超級五天堂 我們有很多 當年 玩到大家流眼淚的 Marcos 超級星球大戰 機地八十八 那這個應該是按摩城 來的了 那我們 老餅 玩一下 Marcos 那一按反應都很快 那既然不是卡大鱷 那已經是馬上讀到的了 當然 林明美又沒有以前那麼美女 OK 那我當然是要按一條肺 雖然我喜歡密斯 你應該按不按我按鈕 現在還是沒有反應的 喂 哦 都是用按鈕按鈕的 你有沒有忍受到 現在是十幾十年後的 今天 那這次真的是我玩的 我證明了這十幾年玩的 遊戲是沒有白費到的 是 還沒有死的 喂 那我們回到絕畫面了 超人應該算是 當時最美的解像度了 那我們不如試試一個最恐怖的 就是Gameboy 究竟一個 丁方幾寸的畫面 現在拔到這麼大 又會變成怎樣呢 呃 黑白彩色 那試一下彩色吧 這個應該 我沒有看錯應該就是薩爾達 OK 即時開始 那即時之前已經有人在玩的 那即時 啊 因為這間 我沒說過了 這部主機其實是由金手指那間藏開的 那你那些 無限復活啊 即時開始啊 什麼鬼的從來過 都應該會適用在這裏的 但是你問我 如果再玩一回 我真的找過二十幾吋螢幕去玩這個 其實我都幾怕 玩個流暢度 我喜歡的 那當然如果你問我 總結一兩句來說 就是說 用千多元去買回一些 二時回憶也好 或者一些 你之前沒玩過 想 學一下別人 去 在現在的時候 一個彌補心態式 去玩的也好 其實真的是體脂荷包 對 我覺得買回機回去玩 沒問題的 當然你說 玩懷舊Game 有無限的 方式去做一個處理的 那 如果你覺得 你不是這麼熟電腦的 或者你不是 對一些 現在流動手機 平板的一些 操作 或者設定這麼厲害的話 其實這部機器 我覺得是值得買的 看起來很可愛 很喜歡 你也可以 rom 看起來很喜歡 想念 是不是 你也會想吃 你想想吃 也我要用 砧車 讓你�가到 你 給你 你 我 感谢观看